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今天這支影片要來教大家三種在電回裡面上兩岸的方式,今天用來示範的軟體是Procreate,那一樣這些功能在其他的常見電回軟體裡面也可以找到,所以如果你還沒有iPad跟Procreate的話,也可以使用平常習慣的電回軟體來一起做練習,那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首先準備好一個上好底色的塗檔,如果你還不知道怎麼上底色的話,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支介紹關於怎麼上色的六種方式的影片,那這個檔案呢,我會建議大家把每一個顏色的塗層都分開,像這邊就是皮膚啊,衣服,裙子,襯衫等等,這些我每一個顏色的塗層都是分開的,那像頭髮眼睛我都用咖啡色,這個就可以把他們合併在床上, 同一個塗層,這邊把每一個顏色塗層分開的用意是等一下我們會用到一些調整顏色的功能,那如果你全部畫在同一個塗層的話,調整顏色的功能可能就不會那麼的方便,所以建議大家在上色的時候養成,把每一個不同顏色塗層都分開的好習慣 第一種上光影的方式就是最基礎的用自己塗手調色,然後用筆刷去畫的方法,我會建議不要直接畫在這個底色的塗層上面,可以在上面新增一個塗層,然後用剪裁遮罩,像我現在選的是皮膚的這個顏色, 那我就吸一下皮膚的顏色,然後在調色盤這裡呢,把顏色調深一點,就像這樣畫出陰影的部分 那因為我這邊的塗層是分開的嘛,所以假設像現在我覺得陰影的部分有點太多了,我就可以直接用橡皮擦,擦掉 那如果你沒有像這樣子分開塗層,而是直接畫在了皮膚的這個塗層上面啊,像這樣我把它畫一些陰影 如果我想要修改陰影的地方,就只能再去吸取原本的底色,然後再把它覆蓋過去,那如果你現在物品的顏色已經畫了很多層很複雜的話,你在吸顏色覆蓋的時候就會變得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才會建議大家開一個新的塗層,然後用剪裁遮罩來畫光影的顏色 上完陰影之後再來要上有亮面的部分,一樣可以再新增一個塗層,然後也是用剪裁遮罩的方式 再吸一下底色,這次把顏色調亮一點 然後就塗在比較有光線照射,然後顏色比較亮的這些部分 除了亮跟暗之外啊,還可以再新增塗層畫一些修飾的顏色 像我這邊可以畫出一些臉頰有點腮紅紅潤的這種感覺 這種就是最基本的塗手上色的方式 像我現在我要畫白色衣服的陰影,新增塗層之後我把它設為剪裁遮罩 這邊我吸了白色之後啊,白色比較深的顏色通常就是灰色嘛 那我自己在畫白色的物品陰影的時候,會習慣加一點點的藍色進去 會用大概這個淺藍灰色來畫陰影,我覺得這樣顏色會看起來比較乾淨,比較明亮一點 那因為白色已經沒有更亮的顏色了,所以亮面的部分就可以省略 像皮膚這邊它的明度是最亮的部分,沒有帶灰色 所以我們剛才在調深顏色的時候是直接往右邊比較深的顏色 都是維持在明度是最亮的這個部分去調 那像襯衫這個綠色本身就帶了一點點的灰,它的明度就不是在最亮的這個部分 那把它顏色調深的時候呢,往右邊調 這樣畫出來的顏色就會有點飽和,會看起來是一個更飽和的顏色 所以在調色的時候呢,我們吸取底色的時候要把它往右下方的位置調 讓它的飽和度變高,然後明度降低 這樣子畫出來就會是一個比較自然的陰影的效果 那在畫亮面的時候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吸取底色之後呢,顏色要把它往左上方去移動 就是讓它飽和度降低一點,然後明度再提高一點 這樣畫起來就是一個自然的亮面的效果了 第二種要介紹的上色方式 我要用頭髮眼鏡這個塗層來做示範 那我先複製一下我要調色的這個塗層 然後在上方的這個複製出來的塗層 選取好之後按一下調整這邊的色相飽和度亮度 點下去之後這邊可以調整亮度 飽和度 色相因為我們現在只是把顏色調深 所以色相這邊可以不用去動它維持在50%的地方 那按一下畫布的任何一個地方就會調出這個預覽 你可以按然後去比對一下底色跟陰影的顏色現在有差多少 那當你調到覺得OK的之後這邊按一下套用 那現在就會發現整個顏色全部都變深了 那我再去把不要陰影的地方擦掉 這是一個用減去的方式來上亮暗的方法 在很多比較初階的課程都會教用這種方式來上亮暗 因為減法會比加法容易一些 就是如果直接用最開始介紹的那種塗手調色上色的方法 對初學者來說可能會覺得 欸我不知道顏色到底要調到多深才可以 那像這種調好之後再擦掉的方法會相對的容易一些 那畫亮面也是一樣的做法 我們再複製一下底色再把它拉到最上面 然後用攝像寶的亮度去調出你要的亮面的顏色 比對一下OK了之後按一下套用 那通常我會先把陰影深色的這個塗層按一下選取 然後在亮面的這個地方按一下清除 這樣子陰影的部分跟亮面的部分就不會重疊 接著再去擦除一些多餘的你不要亮面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可以比對一下加上亮暗之前跟加上亮暗之後的效果 那用這種調整的方式來上色還有另外一種做法是 選取你要畫的塗層之後我現在選的是裙子的這個塗層 一樣點開調整這邊的色相寶的亮度 按下去之後在上面這裡點一下會有一個塗層的選項跟一個Pencil的選項 這邊有沒有改用Pencil的選項 這邊先選筆刷那我就在裙子的部分先隨便畫幾筆 那畫下去的地方你會發現它的顏色改變了 那是因為下面的色相這邊它有做調整 那因為我們現在畫的是陰影 所以色相我就先把它拉回來50% 然後飽和度跟亮度都調低一點 那不要的地方一樣可以把它擦掉 那在這個模式之下 橡皮擦跟筆刷點進來之後你一樣可以去選擇不一樣的筆刷效果 在空白的地方按一下一樣可以去預覽你調整前調整後的差別 那重置就是再重來一次 免撤銷就是上一步 那如果你整個都不想要的話想要取消就是按取消 那按下套用之後呢 現在底色跟陰影色的部分就會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我現在在選擇用筆刷然後再畫一下 會發現兩個地方是會同時變深的 這樣子你就可以再去疊第二層第三層的陰影 模式套用之後可以直接加上亮面 好了之後就按套用 然後再點一下功能表的地方就會回來畫圖的介面了 那我會建議比較熟練一點的人再用這個效果 因為這邊點開之後會發現我們剛才做的調整 全部都還在同一個圖層上 所以如果你現在要把陰影或是亮面的部分做修改的話 就只能去吸取底色然後用這種圖手畫的方式去做調整 就沒辦法像我們剛才介紹用圖層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關閉或是直接去調整陰影或亮面的圖層 最後一種要介紹的上亮暗的方式就是用圖層屬性 來加上亮暗的效果 我們這邊隨便點開一個圖層旁邊的N的選項 會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選項 就是色彩增值啊 變量 添加等等 那這邊選取之後會發現這個色塊呈現的效果都不一樣 那我這邊先把剛才有畫過的頭髮的亮暗這個先刪掉 再重新示範一次用圖層屬性怎麼幫頭髮眼睛的部分加上亮暗 一樣新增一個圖層之後選擇剪裁遮罩 這個剪裁遮罩是在底色的上方一個圖層 那第一個步驟我通常會先加陰影 這邊可以選加深顏色 顏色的部分就先選個灰色畫一下 如果覺得太深的話就是把灰色再調淺一點 那除了加深顏色之外呢 色彩增值變暗 加深顏色 線性加深顏色別暗 這些都是讓顏色變得比較深的圖層屬性 那效果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通常在加第一層陰影的時候我是用加深顏色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其他的選項有沒有你更喜歡的效果 畫太多的部分一樣用橡皮擦擦掉就可以了 再來第二個圖層要上的是亮面 這邊我選加亮顏色 然後一樣把它用剪裁遮罩 這邊也是先用灰色 然後去找到一個你覺得亮度比較剛好的灰 這邊一樣除了加亮顏色之外 變亮 綠色 添加 顏色變亮 這些都是有讓顏色變得比較亮一點的效果 一樣可以去選擇自己比較喜歡的 那我習慣就是用加亮顏色 那除了這兩個之外呢 我還會再加一個色彩增值 因為我通常會習慣在顏色比較深的部分 讓它帶一點冷色調 因為它是沒有照到光的地方 所以我這邊先選一個藍灰色 像這樣在一些顏色比較深的地方 加上一點冷色調 整個看起來的顏色變化會更豐富一點 那深色的地方有加冷色調 同樣的在亮面的地方可以讓它加一點暖色調 這邊再新增一個塗層 然後我會用添加的這個效果 選一個比較橘黃的顏色 在最亮的部分再畫一下 那添加它畫起來就是會有一種 比較亮一點有光直接照在上面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這種亮點的效果 這樣子就完成了用塗層屬性做出來的亮暗效果 那當我每一個色塊就是皮膚啊衣服裙子等等 每一個色塊都先做第一步的亮暗之後 再來我會加上整個人物的光影 這邊我通常會把整個人物的圖層先設為一個群組 把它複製 然後扁平畫 這個圖層的功能是要用來製作遮罩的 所以它的預覽這邊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點一下選去 這樣子選去了這個人物的所有範圍之後 在新的這個圖層按一下遮罩 這樣子就是你怎麼畫都會在這個人物的範圍裡面不會吐出去 這邊我們先把它多複製幾個 一個畫陰影 一個畫亮面 一個修飾暗面 一個修飾亮面 這樣子四個有遮罩的圖層 第一個圖層我選加深顏色 那在開始畫整個人物的光影之前呢 可以先簡單的設定一下你這張圖的光源方向 就這樣我們就先設定光都是從左上方下來的 在這個圖層我選加深顏色來畫陰影 然後選一個灰色 筆刷尺寸可以調大一點 然後現在整個沒有照到光的右下 右半邊跟右下方可以先大範圍的刷上陰影 那原本底色就比較深的這些顏色 在用加深顏色之後 跟底色比較淺的 相比之下底色深的它會再加深更多 所以在畫底色比較深的顏色的時候 然後灰色可以選淺一點的灰 然後像這個底色比較淺 可以選用深一點的灰 那除了整個右半邊之外呢 左邊這裡如果是有一些會被蓋到的地方 像這裡是耳朵會蓋到一些頭髮 然後頭髮也會蓋到一些皮膚 還有領口這邊會蓋到的部分 也要加上一些陰影 我們比較一下上陰影前跟上陰影後的效果 再來第二個就是加上亮面的部分 這邊選加亮顏色 那一樣把筆刷尺寸調大一點 然後現在整個受光的這一面都大範圍的刷下去 太亮的地方再去擦一下 或是再調比較深一點的灰 在下一個塗層我用色彩增值 然後選藍灰色 在陰影的部分加上一些冷色調 這個不要加太多brand的塗 會看起來髒髒的 尤其是皮膚的部分 可以再用更淺更亮一點的藍 最上面這個呢 我就用添加來加上一些暖色調 那右邊這裡算是陰影面 但是在最邊緣的地方 還是可以稍微加一點點的亮面 會有一點就是背後有光暈出來的那種效果 可以讓你的物品或是人物再更立體一點 比較一下整個人物修飾前跟修飾後的效果 最後呢剛才我們有合併的這個塗層 我們也不要浪費把它打開之後 先兩根手指頭把Alpha鎖定 選一個灰色 填滿塗層 然後把它移到人物下方 移動一下位子 按照光源的位置 就是光從這邊 所以把它移到比較右下一點的這個位置 然後解除它的Alpha鎖定 再調整這邊選動態模糊 然後這樣子拉一下 讓它有這個斜斜的角度模糊的效果 塗層屬性這邊呢 可以用加深顏色 覺得太淺的話 這邊再把它調整一下亮度 那最邊緣可以用一個有顆粒感的筆刷 我這邊選的是雜訊筆刷 在最邊緣的部分 稍微讓邊緣再更糊一點 這樣子就做出了人物的影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 大家都有學會了嗎? 歡迎在你的社群上面 發布你練習的作品 並且標記我 讓我看到喔 那如果有任何關於畫畫的問題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都會再拍成影片 跟你們做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拜拜